酸甜抱抱水想对你说 生活酸甜有度 抱抱爱你无辜 孟老师好 两位老师好 在场的24位女嘉宾大家好 我叫苏俊杰 来自杭州 今年25岁 本嘉宾由更懂你的 世纪家园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 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全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挣蛋糕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带你去探寻 巷子里的美食 在生活当中 那些餐饮小馆 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豪华 但是他们的味道真的很好 因为每个城市都会有 不同的特色 就我希望和女嘉宾一起去探寻很多的美食 十九号 是这样子的男嘉宾 我之前去重庆旅行 我找到一个地方 然后我去打卡了 结果我发现那个味道和连锁的大岔不上 后来我就拐呀拐呀拐 拐到一个很偏僻的巷子里面找到那个当地的那种串串 味道确实要好吃的很多 比较有特色的那些小馆子就很难找 但是我觉得值得的 二十号 那个男嘉宾你好 我也是去旅游的时候比较喜欢就是吃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 我觉得品尝的不仅是美食 还有当地的一个风土人情 然后有机会的话 也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 柯妮和你一起去品尝一下 好的呀 我在宜宾找过三家面馆 其中有一家在和平街 你知道有多难找 我找到和平街 看到一家卖肉的铺子 门口挂的全是提庞啊 那一半扇半扇的肉全挂满了 扒开提庞和那半扇猪肉往里边看 里边有两张桌子 门口没有招牌 也不知道是在营业 你不跟旁边人打听 绝无可能看见 对呀 我跟那个老板说 我说老板 你这个地方可不像一个面馆 他说那怎么的呢 我就两张桌子 就这么任性 生意几十年就这么好吃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你总在生意里忧伤 这个句话的关键词是 是忧伤还是深夜忧伤 就是生活中遇到不好的事情 他会有忧伤就会很负能量 那我希望以后我的另一半 我能带他热爱生活 更多的正能量一点 对 确实和大众无比起来 深夜是容易忧伤一点 21号 大家好 我是21号女生徐爽 说是毕业于海外 现在在一所高校里面 担任行政老师的工作 如果要是女生深夜忧郁的话 就是男朋友 那个时候在干嘛呢 我会静静静静地陪在你身边 带你出去运动 要释放压力 一起去热爱生活 24号 男嘉宾 你好 深夜忧伤或者是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人的 一种情绪表达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总归会有一些困难或者是坎坷 但是这不代表他不热爱生活 那我有可能伤心过后了 我自己调节好了之后 我依然明天还会很热情 很积极 很努力地去过下一天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 应该是不能定义的 看片子 我叫苏俊杰 在我爸妈眼里 我一直是个要强的孩子 17年的时候 我不顾家里人反对 离开了家乡安徽 自傲地去了上海 因为我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18年很顺利 通过自己开的电商工作室 我赚得了人生第一桶金 开始太顺利 我变得得意外形 急功轻力 投资失败 淹没于人海之中 不但亏关了自己赚来的钱 爸妈给的气筒资金也赔了 焦虑 迷茫 不敢和家里人说 自己是谁都变得模糊了 那时候我很想家 我家里是开传统食品 加工厂的 后来受到了电商冲击 生意下滑特别多 厂里的工人也走了很多 我妈独自坚持 然后有一次我回去看到 我妈的手特别粗糙 我特别心疼 我那时候真的 自己暗自发誓 我决定要为他们分担一些责任 我妈眼中的那个孩子 已经变得可以依靠 23号 你好 男嘉宾 VCR里面你最后说的那一句 就是爸妈眼中是那颗小苗 然后总有一天 你会变成他们可以依赖的人 这一句话就是我感触很深 因为我应该是从19岁开始坚持 然后直到就是 我真正读完大学出来开始工作 然后我每一个月就是 会给我妈妈交三分之二的工资 然后今年我回去的时候 我妈妈跟我说 她说女儿啊 我觉得你真的变得很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到妈妈会愿意去把 以前没有跟你分享过 或者是我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都跟你在说 就我会觉得 我们的角色是互换过来的 所以这句话对我来说 就是特别的深处这样子 对 我很感同身受 我觉得每一个厨次自己去奋斗 都很了不起 真的 17号 男嘉宾您好 我也很喜欢运动 但是运动的时候要记得补水 向你推荐天然矿泉水百岁山 水中贵族 它富含人体所必须的多种 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希望你会喜欢 谢谢 8号 男嘉宾您好 我刚才看到你是第一次创业失败 虽然跌入谷底了 但是你说是通过电影或者一些经历 就没有放弃继续重战旗鼓了 其实我在生活中特别欣赏你这种人 而且我经常就是看一本书叫做飘 就是电影的话是乱世佳人 电影最后有一句话就是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因为我认为无论你今天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你人还活着 你总有一天会闲鱼翻身的 是的 一本好书 一本好电影 真的能给你在低落的时候一些动力的 对的 对的 徐爽 男嘉宾 你好 我特别想要分享一个 我最近一直在追的一部剧 它里面有一部经典台词 特别特别能够打动我 就是说生活赋予你柠檬般的酸楚 酿成犹如柠檬汽水般的甘甜 可能这部剧告诉我们更多的就是说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就是每天都比一天更好的一个人 然后今天过得比昨天好就可以 是的 是的 《飘声歌九书》里边 哪几句话给你印象深刻的 里面有一段台词叫 有些小鸟它在笼子里是关不住的 因为它的羽毛真的很灰化 在看这一段的时候 我是非常感动深受的 里面的主角安蒂在那个处境的时候 都可以勇敢地去面对生活 勇敢地去看剧那样的不公平 我觉得我这些都根本不算什么 我最喜欢看的三部电影 第一部是萧生克的救赎 没有之一 我觉得一个人要追求公平正义 自由和梦想是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阻碍他的 第二部电影叫做三块广告牌 它告诉我 人永远可以改变自己 当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第三部电影我喜欢的叫 寻梦幻游记 叫Coco 他告诉我们死亡是你不被记得 才叫死亡 这个是帮助我克服很多死亡焦虑 我就非常喜欢这三部电影 好 看下一条片子 我的前任有两个极端 一个是陪伴我一起创业的 姐姐系女友 一个是特别单纯乐观的 妹妹系女友 我的初恋是一个比我大五岁的姐姐 她非常温柔体贴 也很会照顾人 我刚创业的时候 她会从老家过来看我 我平时很忙的时候 她也不会来打扰我 默默地为我加油 这段感情中 她比我年长一些 她照顾了我很多 我觉得有情绪稳定的她在身边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但当时我创业很忙 有点忽略她的感受 最终我们还是没有做到一起 第二段感情 她是一个乐观可爱的妹妹 我对她一见钟情 和她刚交往的那些天 我忘记了工作上的放心事 可交往的过程中 我却一直在为她的超前消费买单 后来我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 她还依然大哭大叫 不肯自食其力 我们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我在感情中是很愿意付出的人 如果我身上有一百块 九十九块我都会给对方 但我不希望这样的付出是单方面的 我觉得一段好的感情 应该是要相互扶持 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情侣 感情来得快 去得也快 我不喜欢这样轻易开始 又轻易分开的恋爱 交往中 我会比较深重地开启一段感情 一旦明确认定这段关系 我会好好珍惜 希望未来的她散点人意 我们一起相互扶持 一起走得更远 二十二号 男嘉宾 你好 刚刚我看到VCR你说 你交往过姐姐型的 还有妹妹型的 那对于你现在择偶来讲 你是更倾向于哪种类型的 我觉得两个都OK 年龄对于我来讲不是问题 感觉三观有一致 对 这个很重要 五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现在如果选择 你喜欢的女生 然后马上说出你喜欢的特质 真诚 尚良 坚敌 温柔 好 那同样的问题问你 你说四个 真诚 温柔 人品好 有上进心 人品好这种表述有点太 就是道德感稍微偏高一些 你们至少有一半消极了 对吧 对 马宇哥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两个人相处之间的话 物质上的往来对我来讲 其实不是很重要 但是我可能是一个 比较需要情绪价值输入的一个人 因为过去的一些经历吧 我个人稍稍可能控制不了自己情绪 然后你觉得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 我以前在很早的时候 情绪其实没有那么稳定 但是我觉得这几年 对我收获最大的就是经历 也让我变成了一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人 至少我身边朋友是这样说 对 最后一个问题 13号 男嘉宾 你好 我看你短片里面 工作上升期很忙 然后就是忽略了女生一些的细节 然后导致分手 就是你现在仍然是一个 事业上升期的一个趋势 你怎么处理跟女朋友之间的关系 现在来说 我的事业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那我觉得我的女朋友 最后未来我肯定把她放在第一 因为我希望能和她一直走下去 对 最后留灯的19号 来 我们看一下制推 苏静杰的制推女生是 不同的酸甜度 为你带来不同的感觉 酸甜爆爆 青醋果味 气泡水 为您揭晓制推女生 19号 玲珑 好 天哪 好 天哪 她好吵 男生外形 儒雅 绅士 性格内敛 对感兴趣的事情 有极度的好奇心和探索运 在感情中也会主动付出 会为爱人制造小惊喜 而女生的性格开朗外相 对生活品质有很高的追求 在感情中也会喜欢主动付出 两人的价值观高度一致 彼此欣赏 相互成全 在亲密关系中非常浪漫有趣 是幸福甜蜜的一对家偶 最后一个问题 问19号 在恋爱当中 男生做什么事情会比较打动你 我现在也是在创业当中 我希望在我最累的时候 心里就是最难过的时候 我旁边有一个人能够鼓励我 能够陪在我身边 在恋爱当中 如果出现这些情况 我会第一时间把时间空出来 去陪你 去陪你 谢谢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你可以和19号牵手离开 也可以自己走 你的决定是 我的决定是 我的感觉也是他 然后我觉得 我的演员也比较可以 我选择牵他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由港容蒸蛋糕 提供的浪漫海岛吃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